蘋果專訪 柯文哲自比狂人選後更瘋 我是狂人 因為經過這場選舉 我更加瘋狂 百年難得人見的怪老子 既是狂人 又是怪老子 這是舞蹈及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 昨天接受蘋果專訪對自己的形容 要有哲學修養 然後知道自己的缺點 因為我最大的缺點 鳳高我慢 我每天起床你知道 我開始讀金剛見 然後開始反省自己 這場選舉的勝利 我也知道是團體制的極致 我不認為連政府太差 連政府是歷史以來 國民黨最強的候選人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從來沒一個候選人 有辦法動用這麼龐大的資源對我 但是我覺得在台灣的歷史長 一個人大意義就是說 我希望他一個最好的一個 台灣從此恢復海洋國家的小 I do my best to keep away from the battlefield 這是我現在的心態 我們要給台灣留下一線生計 我們就離戰場讓北北七桃魚衝出去 只要台北成功了台灣就有機會 台北市會出的第一次兩年以後 兩年以後會出問題 不是啦 才有可能出問題 因為你進來是政治市民 你什麼都不懂 所以你還會學習講態度 那你越來越說越來越說 後來到最後沒有人敢廣播 因為你每次都對 那才會出問題 你跟我講什麼都講政見 我都覺得真的可以討論 北宜之間可以 這其實都可以討論 其實更重要的是講 價值的東西 民主 自由 法治 人群 關掉的這種意見 每個人都可以騙我一次 這叫什麼意思 我都相信你是真的 對 一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你說話 對 那一次你就死了 別人將他神話還沒上任 就被大家拿放大鏡檢視他 他都知道 就看他如何運用智慧面對未來的大挑戰 董新聞台北報導